利益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舒适好时尚 舒适好时尚 好 大家好 我是杨子一 今天天气太好了 出了个大太阳 我今天来到了新北市的树林区 据说这里有一个北台湾最大的教育有机农场 这里的农场主人 原本是一位游戏设计的职讯师 但是他最后为什么会转职 变成一个农夫 而且变成农夫们的职讯师呢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我们等下蔬食上农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我们不仅要带大家认识这里的农作物 有节瓜 香菜 还有山童蒿 还有最近要开始春耕的丝瓜 蔬食上法 听说今天有机会可以直接体验植栽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DIY 就是把这边的香草做成鸡手乳 在这个后疫情期间非常的实用 蔬食上桌 我们直接在农场里面 吃这边最新鲜的农产品 大家期不期待呢 蔬食好时尚 生活最健康 Let's go 所以为什么想不开啊 直接问你为什么想不开 因为96年的时候 有一波非常多的一个失业潮 那这波失业潮偏向在中高龄 就是满45岁以上 那因为我之前一直都做的是资讯类 我们要的学生跟业界要的学生都在26岁左右 那这一波中高龄失业潮来到我们这边来面试 基本上都是刷掉的 后来我去思考了说要怎么样用我的专业来让我们的中高龄 还有像一些转职的 还有家里休耕的可以来做所谓的农业 可是96年的时候农业跟有金农业并不是太被社会重视 对 所以我开始用我的专业去跟劳委会 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也把农业的科班纳进来 让失业者可以无后顾之忧 在里面请农业专家 例如说我们农业改良厂的老师都很帮忙很支持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哦 那所以你现在也算是职讯师吗 是我是职讯师 所以说其实你没有转行 我没有转行 你只是从职讯师从科技业转到农业 原本坐在办公室舒舒服服的冷气房这样吹着 这边这样子你看光我早上到这里这样晒太阳我就已经不行了 然后我刚刚看到你手上的 可以给我看一下 你看到他的手都是茧耶 这以前在资讯业绝对不是这样吧 是是是 很辛苦吧 嗯还好但很开心 农业是一个很开心 那这边可以让很多我们失业者找到一个输药的地方 所以完全是佛心来着 就是民国96年那一次开始 让你提认到这件事情 开始把农业的职讯加入体系 因为我办的农业职讯需要有一些农场让我们学生去参访 对 但是那时候其实农夫还是很封闭 他不愿让我们到农场 为什么 大家都还是怕技术外流的部分 所以后来我决定自己因为到处碰壁 就自己也弄一个农场好了 然后透过各个关系 就是开始找到102年的时候 花了6年的时间 才找到这一块地 然后从102年开始找到地 然后有机验证到现在 那你说你找到这块地 这块地我这样看下来啊 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有多大 人家说这边算是北台湾最大的教育农场吗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 只是说租地租比较大而已 租地租比较大 那你租了多大 我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吗 三甲 对 三甲地 对对 你一个人雇 没有 有专业的那个顾问老师 还有我们多学生一起协助 哦 各位啊 你要想想在新北市哦 树林区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农地啊 这是我完全无法想象 其实树林是非常都市化的地方 前面我眼看全部都是高楼大厦 可是这一片往山那边去 全部都是农田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来一个世外桃源 你知道吗 好特别 有机农业跟传统农业之间差别 你可以告诉我吗 应该是说我们有机农业 一定第一个要种当季的嘛 一定要专业 那尽量要用生物防治 所谓生物防治就是我们不能用农药 也不能用化学肥料 所有的资材一定要透过 所以有机农业认同 许可你妹的资材才可以才使用 夏老师你刚刚说 有机农场就是要种专业的 对当期的 那现在什么最专业 我们现在还有下南瓜在采收 就是俗称的结瓜 等一下你刚刚说什么 下南瓜是俗称的结瓜 对 所以我平常这样结瓜是 是OK的 然后它的学名叫下南瓜 下南瓜 对 各位啊 我们上到一课啰 下南瓜就是结瓜 但是你去菜市场买结瓜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 老板你怎么买下南瓜 应该是买不到 是是 现在就是 对 已经在种了吗 开始慢慢采收 慢慢再采收 到4月 那我可以去看一下吗 可以 这只是说 我们去看一下下南瓜 在那边 � 好 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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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那边 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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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櫛瓜知溫室喔 對 哇 台灣目前有四個品種 三個顏色 那我們目前種植三個顏色是 黃色 然後淺綠 剛剛他有淺綠 淺綠 然後深綠 喔有看到了 這叫我們所謂的台南二號 那淺綠是什麼 淺綠台南三號 三號 然後黃色是四號 四號 那一號咧 目前一號還沒有呢 是這裡沒有還是 目前台灣還沒有命名到一號這個選民 那為什麼會從二號開始 要問專家 而且我發現很特別喔 這裡還有放一個補薯器 對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櫛瓜最近都被頭死偷吃 因為連老鼠都喜歡吃櫛瓜 是甜薯嗎 甜薯 甜薯 甜薯會跑來吃櫛瓜 會 他們是怎麼咬 他們是整隻吃掉嗎 他會每一個櫛瓜都啃兩口 就換另外一隻 脫櫛啦 對 你如果整顆吃掉 你就吃飽這樣吃完就好 你不要每一隻都啃兩口 這樣子 不行然後挑食的感覺 不對耶 這已經多久了 這我們去年11月開始定指 種到現在 那這樣估計可以採收到3月底 4月初 下南瓜如果說他真的採收最後一波 應該會在5月左右 一定要全部採收完畢 因為他的高溫不可以超過25度 溫度太高 他病蟲害會相對的增加 我們下南瓜還有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費工 就是我們早上8點之前 一定要人工授粉 結瓜有開公花跟母花 這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豬豬有一個寡 這叫母花 好那我們要找出另外一株公花 因為他早上大概9點的時候花 就全部都會卸掉了 喔這邊都有花 那個時候這個也都算花嗎 對就是花 那我們就是要拿著公花 然後對著母花 他盛開的時候 去把它粉沾一下 這個果才不會落下來 喔這麼麻煩 對對對 那這早上8點以前 對最好是溫度的問題嗎 溫度的問題 太熱他就會花 就很快就會合起來 就是他的Red juice 我們現在哪一顆結瓜 可以把它摘下來的 我看到很大隻 那已經像香蕉那個可以 好我們用轉的 用轉的 對用轉 因為我們沒有帶點刀 用轉的 對一般我們是用刀子剪 那你轉下來是可以 轉下 對 すごい 好漂亮 這太像香蕉了吧 對太像香蕉了 大概多大要採收他 我們大概抓大概22左右 這22公分 對 但是這個還不夠大 對 這個大概17吧 17 大概22到25 我們覺得採下來是口感最好 我其實我自己沒有吃過 黃色的結瓜 我都是吃綠色比較多 是 他這個摸起來啊 很飽滿 就是而且你可以知道 裡面的水分很多 而且其實滿層的很有重量 對他有重量 對 那有機的結瓜跟 一般傳統農業種的結瓜 他們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沒有種過冠險農法 我一開始我就只有接觸有機 對 但是冠險農法大部分很多可能種露天比較多 對 那他比較不好防治 因為講真的就是要噴藥 因為他其實會自帶白粉 就是我們所謂的白粉病 結瓜很怕雨水 所以一般我們一定要種溫室 還有其實他的栽種技巧還是在於澆水 結瓜為什麼怕雨水 因為他的梗 梗的問題有沒有 這種梗會容易積水 喔 就像姑婆浴上面 對 然後會積水這樣 那如果他積水的話 他裡面下面的根有可能會爛掉 筋也會爛掉 對對 其實結瓜他的一個種子訣竅 第一個人工塑粉 再來就是在照顧的部分 其實是要用煙蓋法 因為今天我們要拍攝 所以早上我們那個大哥沒有先澆水 不然一般我們就會開水 讓他這個整個吸溝 讓他灌水 然後慢慢吸 我們現在走的這個其實是水道 對對 然後從這邊然後直接進去土壤 對 讓他慢慢吸收 對 哇其實種的方法跟多肉的感覺還蠻像 對 沒錯 直接加在那個土壤裡面 讓他吸收 不可以加到植物上面 對 好特別喔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等一下就可以吃了 等一下你們就可以吃到 我來看看你這邊 這邊大概有幾株啊 這裡嗎 好多耶 我沒有數耶 我幫你數 我們現在來數看到底有幾株 這樣是算一株嗎 這樣算一株 對對對 一二三 來算一下 我可以吃到 好幾株 多年 再次 爹 也可以 一半 第二 一番 一棒 香菜園到了 香菜 这有多啦 你的香菜有漂亮 它已经有点尾声了 这有机的吗 对有机的 其实我可以直接吃了 你吃吃看 很香 非常香 味道非常浓 各位 没有在开玩笑 你知道我走进来 刚刚是脚啊 不然已经播到一下 那个味道就一直散出来 然后我刚摘一片下来 它这个味道就已经串出来了 不喜欢吃香菜的没关系 你们自己回避一下 喜欢吃香菜的 它香菜种得好好吃 好香喔 对非常香 真的非常香 我自己大概就是一株啦 其中一株一个小盆栽这样子种 平常要煮菜啊 然后要调酱的时候 我就掰一下掰一下 然后稍微过一下水 就可以吃了 这边这样满满这样一片 那怎么办 那现在不赶快采收掉吗 差不多了 这星期要全部采收了 这星期要全部采收 采香菜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采 一般其实我们大概 是留到20 像这个都已经太高了 我们取一节 大概20公分左右 像这个比较老的 我们就是不再取下面 我就取上面这个 比较有叶子的部分 一般我们是用剪刀剪 都会用手采 对 一定用剪刀剪 我们如果要卖的话 我们其实是要连根拔起 然后同样可以 刚夏娃姐直接从土这样拔起来了 我们要把土洗干净 才可以销售 所以是这样整包整包 这样放起来整包整包卖 那我们一般下菜的话 会用到筋吗 不会吧 还是直接这样全部剁碎 诶 全部剁碎 可以啊 对啊 那都很香 整株可以入菜啊 我自己在种的时候 我是一个盆栽啊 然后我都是 这里这样把它 就是用剪刀把它剪到 这样 然后它还会再长出来 诶 你其他留有侧芽的部分 它就会再长 所以我们应该在下面一点 这下面一点 让它侧芽长出来 在这里 对 然后它就会 再从这边再长出来 这个侧芽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平常自己种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侧芽这边 掰断 剪断是最好啦 它就会再长出来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 其实种香菜不难 但是就是 我们大概要去抓它的 就是什么时候老掉的时候 你要跟它拔掉 就是一个时间点 像这样子 种好这样子 一般的话 大概要多久时间 诶 一般我觉得大概45天 就全部都要采收了 45天哦 大家记得45天 就是大家抓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 不太一样啦 因为要留大留小 可以自己决定 对 香菜你采完以后 除了卖以外 你自己还会做什么 基本上其实我大概 还是分送亲朋好友啦 对 很爽啊 亲朋好友我们算 对对对 有有有有 每个人都要 我们现在有 对对对 我们要看其他东西 然后等一下我再抓时间 来帮你采香菜 没问题 要赶快采收了啦 这个不行啦 太复了 要等你们来吗 等我们来 这网市蛮大的 这很多菜 这是什么 这是罗曼 罗曼 这是我们罗曼 其实生吃也是非常好吃 好漂亮哦 还可以生吃是不是 可以可以 没问题 对 然后这是绿宝石 绿宝石啊 绿宝石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蜗具类的 福山蜗具 福山蜗具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 叫福山蜗具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 甜菜 大概我们俗称牛皮菜 牛皮菜啊 然后这鱼衣甘蓝 鱼衣甘蓝 对 哇经济价值超高 营养价值超高 鱼衣甘蓝 那那个是葱吧 对那是葱 那是台湾的大葱吗 对台湾大葱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芹菜 有没有 台湾的芹菜 对芹菜 这是什么 这竹葱 竹葱 我们乌来的特产 对 竹葱 这里也可以种 可以 看到我们的重点了 山童蒿 哇山童蒿 这其实都可以收了吧 可以 等一下我们的午餐 就是这个了 我们等一下就有这个 采来我们就直接吃了 好 山童蒿 跟我想象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采 那个香菜的时候很香 对 这个山童蒿 它要煮 煮下去才会有味道 对 因为山童蒿 它照理说它煮在汤里面 那个味道超重 煮火锅最赞的 对对对 你太专业了 专业的人士 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往往让我们无法发觉 他已经采好一把 教我们这样怎么采 一般 山童因为它的侧牙 会一直长出来 对 所以我们 大概采 大概长度大概是15公分 一个手掌大小 一个手掌大小 对 一个手掌大小 因为这样子 直接洗干净就可以 直接煮了 不用再修过 这边就不要了 对那比较老的就不要了 这里就不要了 就从上面这边 是 哦 所以就是这样 哦 这样子拔掉 在这里这样 大概种到这样子 要多久时间 大概两个多月了啦 一个多月都可以慢慢采 慢慢采 然后慢慢膏 差不多啦 你也是收到三四月 应该就抽苔 它就开花了 像菊花的那个概念 我刚刚听到一个专有名词 抽苔 什么叫抽苔 抽苔就是它会土长 土长就是已经到末期了 土长又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就自己长 长出一朵花这样子 太阳不够的时候会土长 不会是有三同号的样子 三同号但是就开花了 一般我们就不会再采下来吃了 就不会吃了 啊 赞 来来来来来来来 老师要看我采的对不对 来来来来 ächen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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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ula Scarle 老师 我听说春根 春根应该就是要种丝瓜对不对 对 丝瓜园在哪里 我们开始已经种下去了 就是这里 丝瓜棚 丝瓜棚 一般我们看到的丝瓜棚 都是那种竹子这样搭起来 这是已经用网子弄好了 所以我们这样怎么种丝瓜 丝瓜不是直接种在上面吗 应该是我们丝瓜直接把它钉子下去之后 等它成长稳定性再高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这个防风的塑胶袋给拿起来 然后直接把它依靠在我们的攀腾网 让它直接攀腾上去 老师 等等 所以你丝瓜已经种好了 种好了 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体验种丝瓜 是 那这个套子是现在可以拿起来的吗 可以啊 可以 你说它是用来防风的啊 防风的 对 喔喔喔 欸 其实 它这边还有一个 用模型夹把它固定 有一个U型夹 固定然后把这个套子套在外面 让它防风 先让它那个 比较稳壮一点的时候 再把它拿起来 拿起来 然后接下来咧 接下来就直接我们把它扶植 在我们的那个攀腾网上面 拿黄色小夹把夹住 大概长到多高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带过去 差不多它的已经攀腾到上面的时候 喔 所以它大概长到那个高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慢慢这样 你去吧 然后就可以慢慢包了 攀腾网它慢慢攀腾上去 那丝瓜就开始慢慢会开始结瓜了 那这个是从种子育苗吗 一种是我们可以买种子先育苗 分了苗之后 两个礼拜后我们就把它定指 那一种的话 如果说不想要自己育苗 比较麻烦 我们就直接买现成的苗进来种 喔 就是 然后把它放下去叫定指 因为我们就是定在这边 在那边服务 对对对对 那丝瓜 我看你隔很远耶 是它有一个间距它会攀腾 这样子大概我们是抓的 大概是两米左右 两米左右 哦然后它就有一根这一只 是 然后主要就是我一只这个铁杆 我这边就种一株 都一株 然后就让它爬这边 哦 其实很多株耶 这样子等它种起来就很爽啊 看起来那个 放面会很漂亮 我们是累累的 大概什么时候会 可以长到上面来 像二月初种的话 大概我们四月开始 两个月 对 抓两个月 两个月其实就可以采收了 对 差不多 那我们如果说 在种植丝瓜的时候 我们特意要注意 除了一开始防风这个以外 其实讲真的 它最重要还是防风 那之后丝瓜 它也是慢慢上来 我们再慢慢下面的叶子 再去理枝掉就好了 上去它就一定会结果吗 因为种露天的 它会自体受粉 一定会 那它的施肥 或者说它的胶水呢 浇水的话 我们就是一般人工浇啊 好 对 自肥我们大概一个月最肥一次 好 OK 好 那我们要把它靠起来了 是 还是要让它继续防风啦 现在真的 入夜啊 风真的越来越大 对 因为它还 还小孩 还小 对 牛还小 你要好好长大哦 两个月后我来看 你让它继续防风 准备 你让它继续防风 好 我再次希望 我去做 你能看到它 给你用焰的 夏老师说 种植它不行啊 要找一位江老师 在那边雷蟬 對啊啦 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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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蕾蠶耶 對啊 這小牛啦 對小牛 中庚基小牛 我們該不會要從前面蕾蠶開始吧 要種植之前一定地要弄鬆植物才會長得好 一定要先鬆土 對啊然後鬆土要把一些有機物混合 讓它的養分可以均勻 對對然後接下來就是堆土了 一條一條一條的這樣子 對對對 體驗一下就好 好你就開一小段 然後我那邊有做好的 我等一下帶你去那邊直接種 好那我來體驗一小段就好 來來來 然後幫我們把那個開關先打開 好 按 然後那個繩子拉起來 拉起來就發動了吧 對拉起來就發動這樣 嗯 然後我就走了 抓一下按下去它就可以 半開就可以往前跑 好OK 來囉 傻啊 小牛啊 我也是玩過的啊 然後打開了 吹油門吹油門 吹油門喔 出去囉 吹到底沒關係 吹到底 對對對這樣很好 好像比較順了 比較軟 一定會很順 好啊好啊 關掉 很難打對不對 因為這個地比較硬啦 對啊 所以你要打到第二次第三次之後 你才會比較順這樣子 老師 那翻土的重點是 是不是還要把一些石頭剝掉還是什麼 石頭要另外剪 枯枝要剪掉 好枯枝要剪掉 石頭要另外剪這樣子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同時做 所以通常都是 一個人就要 就要辯子 你要做兩次 如果有很多人就是可以分工 同時做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重點還是放在直線好了 這個弄完不知道弄到幾點 今天要種什麼 今天我們有準備了那個菜苗 我們等一下來種植 什麼菜都有 等一下讓你挑 好讓我挑 我們來去種植吧 走走走走 我們要來種菜喔 老師我這個是紫羅曼嘛 對 你那是奶紅花曼 對 我們是要怎樣 放旁邊喔 好 好 來 種植這個喔 我們今天先不求快 先把它種好 好 所以你可以一個一個慢慢種 對 那間距大概是多少 間距大概是一個手掌 15到20公分 來你邊種我邊學邊看 這個叫什麼 什麼盤對不對 這個是育苗的盤 育苗的盤 從下面的土把它弄起來 然後它就會掉下來 這樣子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下面 有沒有 很像那個蒟蒻有沒有 果凍的感覺 然後這下面這個地方 一顆一顆就是土 擠出來就會變成像這樣 小盆栽 對沒錯 有沒有 小盆栽 然後我們就可以育苗了 對然後你就挖 挖 挖土 然後挖多深 不用很深 就是把它更蓋住就行了 喔更蓋住就可以了 我這樣是合格的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然後大概一個手掌 對可以 沒有很難嘛 沒有很難 那其實前面的翻土跟堆土 是最重要的 對所以你看 這個是還沒有完全弄好的 等一下可以看到那邊 有一個弄得很漂亮的 就是連這個都沒有這種石頭 都沒有這種石頭 對要全部剪掉 要全部剪掉 對要全部剪掉 我們話不多說 開始種植吧 我們今天要把這兩個弄好 種完再來澆水 對對對 我覺得第一個步驟很難 就是要把它弄出來 這樣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你的距離越來越近 這樣會長不行對不對 它的差別是說 如果你到時候 如果一直種得太近 它長大之後 它葉子開了之後 會互相遮到 就會長得比較不好 差不多抓一個手掌嘛 一個手掌就這樣下去 一個手掌就這樣下去 好 那如果你一開始 有擺菜苗的話 擺好就是一個一個都擺好 距離都抓好 距離都抓好 對對對 會比較容易做得起來 這樣子 然後像今天沒有太陽啊 就是風輕輕的吹啊 很舒服啊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弄得漂漂亮亮的 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 一天下來的成就感非常非常的好 這樣子 而且種植植物啊 我覺得那個心情會很好 對啊 然後心情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整個身體都被淨化 很多病啊 都是因為心病產生的 現在大家在都市工作壓力大啊 所以就很容易有心病 其實只要你心裡顧得好的話 基本上身體就會好 相對的會有很多的好處 好 好 最後一個搞定 一起到達終點 這一排這樣很好看耶 對啊 所以老師我們現在要澆水 對 澆水 澆水 來 水量呢 水量就是這樣子 應該是說有弄濕就好 但不要把它泡到太多 但是要持續澆 不是給它一次太多水 那我看一下你怎麼澆 好 來 欸 真的 那個土濕了以後感覺就不一樣了 因為剛剛前面的土很乾很鬆 我覺得很平級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所以大概一個多月以後 我的這是奶油羅曼 對 一個多月以後我們就可以來吃我們自己種的 太完美了 好 當完農夫了 我們要來蔬食上法一下 看一下我們要怎麼把那個香料做成DIY的精油 是 蔬食上法DIY 嗨嗨 老師老師好 嗨 哲音你好 我們現在就要做存入 是 沒錯 它這個機器跟精油又不太一樣 其實它是屬於迷你版的那個萃取機 但是因為以這樣子的量 事實上要出精油來講的話 其實會有一點點強人所難 但是茶樹的話 它的含油量蠻高 所以事實上你可能可以稍微看到 所以這是茶樹嗎 是 沒錯 茶樹不都很大顆嗎 我們把它修繩成這樣子 大概這個大小就可以了 可以 這是我們俗稱的澳洲茶樹 澳洲茶樹 跟我們喝的一般包種茶那個 樹種不太一樣 喝薯不太一樣 它是很適合做存入的 是 所以我們稍微這樣剪這樣一截 然後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對 沒錯 然後我們這些量嗎 全部都倒進去嗎 對 可以喔 我自己來囉 DIY就要自己來 對 自己來 我們就把它丟進去 OK 然後熱水 剛剛燒好的熱水 直接倒進去就好了 是 沒錯 倒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呢 因為它只要跟植物的一般高度就可以了 就是讓它淹過 對 它是屬於蒸餾的部分 所以它水是一個介質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蓋蓋了 好 我們就把蓋子蓋上來囉 怎麼蓋 這個我就不會了 好 這樣把它蓋上來 好 這邊有一個 它上蓋的一個插孔 它這邊只有一個restar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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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插上去它就給電了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全部都setting好 是 OK 好 那我插上去囉 大概這樣子提煉要多久 如果它是熱水的話 然後我們裡面的量沒有到很滿的狀態來講的話 差不多十來分鐘 十來分鐘就出路了 十來分鐘就可以了 對 各位觀眾 我們的茶醋存入 好囉 所以我們時間沒有很久 所以我們就取這樣一點點而已 夠了夠了 這樣大概是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可以提煉出這樣的存入 這是出口水 對 我跟他說老師不行啊 這有mark啦 這個不能拍啦 沒有 那他自己買的貼子 還有這些有mark 是他回收那些罐子 因為我們是DIY 所以我們非常注重環保 沒問題 我們沒有任何廣告嫌疑 沒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所謂的起炮劑 起炮劑 在清潔用品當中 它是主要的主角 該不會就是把這個倒進裡面 你猜對了 因為我們就是要強調DIY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太複雜 真的不複雜耶 這在家裡都可以做耶 沒有錯 所以是一般家庭主婦 或是我自己都可以在家裡做了 我們要沿著這個倒 用化妝水 我很常用這樣啊 對啊 就是用大瓶換小瓶 可以了 OK 接下來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它鎖上 鎖起來 不是攪拌了 不需要 不用攪拌 這樣就是洗手乳了 這樣就洗手乳了 喔 超級方便耶 我們這樣就做好了 是沒有錯 可以隨身攜帶 所以你說漱口水嘛 還可以做成化妝水 然後還有保濕凝露 對 我們可以把純露應用在我們的凝膠裡面 然後去調製一個所謂的 這樣子的一個保濕凝露 對於比如說現在天氣越來越熱的時候 它屬於一個比較清爽的感受 還指引你嘗試看看 指引你嘗試看看 指引很棒 對 是自己做好嗎